牛窝骨 哇吃的好好香呀 看着都好过瘾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网红牛窝骨了 也就是牛后腿的心爱骨 所以除了两块骨头之外 全都是厚厚的肉筋 想想都会很好吃 买回来了牛窝骨 这一盒是两斤 花了89块钱 因为已经是熟的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其实还可以 打开看看 这样的 看不见 不过看着挺大块的 量不小感觉 加热及时 行 咱们先去给它加热一下 看看热好了 一大一小两块 然后下边这个大的主要就是金 全是金 然后小块的这个 其实看着好像更好点 还有好多瘦肉 而且有点分层 看一层一层的 这个口感应该会更丰富一些吧 如果这个好吃的话 比那提筋吃的可爽多了 看这么一大块 还有手比我脸还大 好多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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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胶质感满满 吃进去都黏嘴 糊嘴 炖得太烂乎了 我都不能使劲啊 轻轻一捏 那个筋就全都断裂了 再尝尝那个肉 哇 哇 太香了 哈哈 真的有种吃肘子的感觉 但是呢 它又不腻 因为这个毕竟是牛肉嘛 而且它是大部分是筋和瘦肉 又没有那么多肥肉 哇 又很爽 但是又不腻 又香 太痛快了啊 真的是 满口流油 你知道吗 这得作着吃 你看看 哇 厚厚的一块筋 你看 怪不得他们视频上吃的时候一直往里作 哎呦我说有那么软辣吗 它是筋呢 哇这个筋真能炖成那么软辣的 哎呦好香 别管什么肉啊 吃肉不吃蒜 香了少一半 哇 太虾肉了这蒜 看这边啊 刚才看着有点像肥肉的地方 我看是肥肉 嗯 有肥肉 不完全是 就是筋 肥肉 还有膜 一层一层的混在一起的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丢丢腻 你看那个哐哐的干吃这个 肯定会有点的 但是配上蒜就好多了 肥肉比例并不大啊 还是瘦肉筋的地方好吃 我觉得 太多了 这比一个太大了 咳 我都半饱了感觉 噢 下面是骨头了 噢 骨头上 它有厚厚的一层筋呢 中间这么大一个骨头吧 好 占了整个那一大块的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吧 不过比我想象的 还是要小的啊 我以为会很大一块骨头呢 这个筋呢 能吃的部位还是挺多的 算了 不行了 我感觉有点吃不下了 就是也不是说腻的你啊 就是 嗯 它太实了 但是毕竟也是肉嘛 就这么直接吃 我都太爱丁爆了 回头配着主食慢慢吃 总体来说啊 反正这牛股还是很好吃的 你在视频上看着吃的有多爽 然后实际吃的 也真的是那么爽 它真的是一整大块的肉筋 再加一点点的瘦肉 和一点点点的肥肉 就口感也非常好 如果爱吃那种提筋啊 是吧 肉啊 这种的啊 来这么一块肯定会非常过瘾的 嗯 好吧今天视频就到这了啊 喜欢的话也记得点赞观众哦 拜拜